好 看到防疫政策不斷的在改變 那么呢 0加7居家隔离新制在今天上路了 确诊者密接诊 如果已经打满了3G又快晒音 就算有收到居家隔离通知书 现在产险业者表明了一概不赔 以目前有防疫保单的5大业者来算 原本3加4要承受到18到300亿 不等的一个理赔损失 累计金额是超过了600亿 但是指挥中心现在拍板 0加7的一个心智 那么赔付金大约可以缩水 11亿到186亿不等 当然当中减少了就有376亿 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而隔离金最多就是富邦产险了 所以在富邦产险部分 恐怕将会是0加7一心智 最大受益者 但是现在很多保护队 保险公司十分的不满 因为防疫保单之乱持续的烧 政府逐步的放宽防疫政策 业者又能够有新的理由俱赔了 金管会提不出有力的作为 恐怕引爆的民运不断 现在有网友在Google Map上 就把金管会 还有富邦产险的总公司 现在改名 看到改成什么样的名称 就是金融监督管理委员 挺富邦输不起 富邦产险总公司只赚不赔 富邦产险三个礼拜以来 已经被大家疯狂的涌入 并且是给了一颗心的富贫 我们可以看到富邦 其实在这一次开了第一枪 拒绝重复保单理赔 甚至遭到大家来更名 甚至给了富贫一颗心 那么立委高嘉瑜在炮轰了 说金管会管不动业者 现在完全进入到 就是一个家里没大人 无政府的状态 这个防疫保单之乱 现在已经演变成为聚赔之乱 那各保险公司各出其招 用各种奇怪的理由来聚赔聚保 那我觉得受害的都是这些 无辜的保护 那很多保护买保险 就是为了保障 那其实在人身险 在医疗险 在受险 都可以重复投保 过去从来没有拒绝过 可是这次用这些 莫须有的重复投保的罪名 一次打垮这些保护 对于保险公司的信心 完全是诚信破产 那我们也接到非常多的投诉 就在昨天 可能一天之内 很多保护接到的这些简讯 是莫名其妙 因为他投保的防疫险 可是他另外投保的是疫苗险 可是这样也被视为是重复投保 那甚至我们也接到爆料说 富邦自己的商品 自己打自己 他在很多的这些 产险受险的产品包装里面 其实都会东拉一点 西拉一点 所以就变成说 只要富邦的商品 你重复有两张保单的 全部都被视为是重复投保 也不管你保的是什么 那所以对于很多保护来讲 真的觉得说 那以后富邦的保险 是不是只能买一张 那如果今天这个标准 适用的话 以后各保险公司 是不是就只能 让保护投保一张其他多的都不算 所以今天这个重复投保这个理由 然后直接把保护退保 其实就是一次让所有的保护 看破这些保险公司的手脚 那大家就要问说 那请问一下金管会现在到底在哪里 从昨天到现在也都持续神引 对于这些保险公司 单方面的以重复投保为由来退保 到目前也没有一个态度 没有一个政策 也没有一个说法 完全就是放任保险公司摆烂 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 金管会的担当 金管会的肩膀 金管会的监管到底在哪里 那金管会也应该要对这个保险公司 这样子恶行恶状这样子一个没有理由的做法 应该要有拿出一些具体的对策跟方法 否则大家会觉得说 金管会变成了神引会 到现在好像跟保险公司站在一起 并没有为保护来伸张权益 尤其是这几天这个电视上 都看到我们黄天幕主委的广告 口口声声说会保护保护的权益 然后两年内都可以理赔 不用担心 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个局势 越来越往保险公司这边吹 那对于这些保护而言 好像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水神抗菌液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营的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好可以有折扣哦 我发发好可以用来购买的推荐代码 我发发好可以用来购买的推荐代码